你好 欢迎收看11月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为了改善北冰社区活动中心周边老旧设施要提升生活环境品质 县长徐正卫特别是在警察局副局长柯正军还有县府民政处同仁陪同之下 和县议员以及市民代表及施工所的相关单位前往县场会刊 县长除了关心老旧围墙地板等设施整修之外 也建议要注入花莲美丽纯净的意向 提供县民游客舒适的休憩空间 为了改善北冰社区活动中心周边老旧设施提升生活品质 前来徐正卫8号在花莲县警察局副局长柯正军及县府民政处的同仁陪同之下 以花莲县议员徐指邦 花莲市民代表杨哲峰 花莲市公所建设客 北冰社区协会理事长杨其红以及黎藏门共同会刊 前来徐正卫表示 花莲政府近年来不仅加强老年安情照顾 弱势团体辅助 促进学童平等教育 改善社会福利 增进县民服务职以及补强地方基础建设 让全体县民来受益 由于徐指邦议员非常关心我们北冰社区活动中心 以及北冰社区活动中招的基础建设 所以这次曾卫和徐议员以及杨哲峰代表 还有市公所的建设客 还有花莲县政府的民政 一起来看我们北冰社区活动中心需要进行的哪些改善 希望在这边无论是文建站或者是社区据点的长者 都能够在这边很安全而且很舒适的来被使用 所以我想花莲的地方建设 无论是长者或者是幼儿托育 其实我们都不断的在努力 让我们的这个劳有所中 壮有所中 幼有所长 观挂孤独 皆有所样 我们大家一起来让花莲更好 感谢所有的乡亲一起 我们让花莲一起来努力 现在徐议员听取简报之后 敬意先言徐子方了解活动中心 内有既有损坏的围墙 压花地平 拉门 水沟 船船门等 及需要立即改善的设施 并且在现场指示 民政署与幻市公所共同研议入化方案 期盼为花莲营造出具有北冰海岸元素 让全民可及舒适的社区活动中心 记得喜欢幻市公所